最近有一个话题很火,让大家评选今年最难忘的荧幕角色,网友给出的选项有很多,例如胡珠夫人,长歌行中的古装美人,思腾,陡罗大陆中穿越时空的奇遇,你是我的荣耀,一生一世中的甜念CP,扫黑风暴,你好火焰栏中的都市逆行者,山海情,乔家的儿女,我在他乡挺好的,中小人物的悲语喜,觉醒年代,理想照耀中国中的伟人群像等。 但奇怪的是,大家评选出来的,居然是年前播放的《斗罗大陆》中的肖战,看一下豆瓣的数据,斗罗大陆的评分远没有觉醒年代高,只有6.5分,而且评论两极化比较严重,打5颗星的占比接近34%,而打1颗星的占比接近27%,但是评论人次上,斗罗大陆的人数居然高达80万,比觉醒年代的评论人数多得多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我们一起来看,先说下《斗罗大陆》这部剧,这部剧是根据小说改编的,剧情主要讲述了自幼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的唐三,凭着自己的恒心和实力,克服了重重困难,诱护亲人,匡扶正义,与队友团结有爱,一步步打赢魂师学院大赛,成为站在魂师巅峰的志勇志强的故事。 当时这个故事给大家的第一印象,就是一部热血少年闯荡世界的超然剧集。 这部剧在今年总播放量56亿,在某视频的今年总播放量排名第一,在上星剧单日最高播放量,集军播放量等各种数据中都名列前茅,各种好评如潮。 而唐三写史莱克学院的众人共同战斗,共同成长的励志经历,令人感动而热血沸腾,同时唐三也是团队的核心,极其有人格魅力,正直善良,坚韧,对小五的爱真诚而纯净,令人心动。 再加上肖战的精彩演绎,无疑是今年电视剧的最大赢家,在看完后也能发现,演员们在剧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。 其实在拍摄这部剧的时候,男主角肖战还是一个岌岌无名的小演员,但是自从陈情令播出之后,肖战的人气飙升。 从造型上来看,可能是因为《斗罗大陆》是在18年前后拍摄的,所以演员们的造型和现在的一些玄幻剧相比,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男主的发型很凌乱,不过也有人表示,这样刘海佳束发的搭配,像极了当年的李逍遥。 而且,肖战的颜值也很抗大,并没有受到造型的影响。 相反,整个人看上去嫩嫩的,十分的有少年气。 值得一提的是,剧里的唐三是肖战自己配的音,相信熟悉他声音的粉丝们一早就听出来了。 这个剧和现在的电视剧不同的是,滤镜非常真实,肖战的对脸拍皮肤状态一览无余,看过的观众也对这种真实滤镜表示赞赏。 甚至有网友说,有种电影的质感。 除了造型和滤镜,特效也没有让观众失望,抛开剧情和制作不说,斗罗大陆能这么出众,其实有着太多的因素蕴含其中,因为不管是从主演来看,还是从本身斗罗大陆这个IP来看,这部剧自拍摄以来就堪称是备受关注,特别是肖战作为荡红顶流。 有着无数大众的喜爱,这也让观众们对他的每一部剧都是异常的期待。 可以说,这部剧是肖战和斗罗大陆互相成就的,单单凭电视剧就能让肖战这么多人支持吗? 其实不然,肖战在播出这部剧前,整整一年都是被雪藏的大家应该有了解的吧? 当时大家提起他,流量明星,花瓶,面瘫脸,唱功不行,各种绯闻黑料等各种标签都给他贴上,事情的起因是因为肖战的粉丝,在某网站上看到了一个作者写的肖战和王一博的同人文。 因为不满在文中肖战的人设,所以他就把这个网站和作者一起举报了,结果导致其他的用户无法登录这个网站,于是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 我们再看一下肖战的过往,X9少年团主唱担当的身份正式出道,出道后的肖战人生就像开挂一样,先是主演了超星星学员网络剧,随少年团参加多个卫视的跨年演唱会,并上了快乐大本营这个大流量的综艺,18年客串了《桌妖记2》和当时的一线明星梁朝伟,百百合等人搭戏,在哦。 我的皇帝陛下里因是演出成爵士的王爷北唐默然,开始崭露头角。 19年播出的陈情令,肖战迅速走红,风光一时无两,仅仅出道四年,肖战便成为娱乐圈炙手可热的小鲜肉之一,紧接着就发生了上面说过的事情,看完这些,是不是很奇怪? 既然都这样了,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还将票投给他,这就得继续回到电视剧上了。 众所周知,肖战今年只播放了这一部剧,肖战在剧中的剧情有一段是这样的,肖战饰演的唐三遇到人面魔珠的桥段,肖战的演技还是没有很浮夸,表现恰到好处。 这可能是绿幕拍摄,但肖战的表情到位,不可能不害怕剧情人面魔珠,如果没有害怕的表情就奇怪了。 而且特效的处理还是不错,没有大家所说的很差吧?肖战饰演的唐三还没有发现自己有五魂,所以作为一个惊恐少年,他的表情都很到位,可能有人认为表演浮夸,像个傻子,但他可能真没有看到过傻子长什么样。 发现自己具有天生满魂力,又惊又喜的唐三还是像个愣头青,因为他不知道具备这样的能力有什么用处,所以不是很狂喜,略有惊喜,所以肖战的表演还是很有说服力。 角色塑造细节还是很加分,并不是敷衍了事。 要离家去五魂学院念书,和父亲的告别肖战表演也是很恰当,没有痛哭流涕,只是眼圈放红,表现都是很正常,没有出戏。 看不得肖张跋扈的行为,到了诺丁学院,肖战也是没少吃苦,因为出身贫寒,也被看不起和戏谑,但他表现出唐三的胆量和魄力,不畏强力。 这演技,相对于现在的其他流量来说,还是可以的,而且肖战本身流量很大,打分的人又都是肖战的粉丝,所以排到第一位很正常了。 目前,因为第一部的火爆,所以《斗罗大陆2》的《准备腾讯》是非常的重视的。 同时,这部剧也将是讹厂在明年开年的一部重头戏,相对于很多电视剧来说,第二部想凑齐圆班人马是非常的难, 但是,额场相当的有信心,肖战现在的咖位已经和当初相差甚远,花费的金钱与时间价值都会随之变大,但是,额场依然决定邀请肖战出演,并且,也和肖战一直维持了很好的合作关系。 虽然,具体的人员目前还没有官宣,但是,从各个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,肖战还是很稳当的。 这也算是个好消息,好了。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哦。